連環爆炸巨響 地點位於土耳其軍工巨頭 土耳其航太工業公司安卡拉郊區的總部 23號下午4點發生恐怖攻擊 土耳其總統在俄羅斯金專峰會 證實是恐怖攻擊 事發當時是在保全交班時期 數名襲擊者搭計程車抵達門口後 先是引爆炸彈 監視器捕捉到至少三名男女 手持突擊步槍闖入大樓 清晰正面也曝光 現場槍聲不停 疑似還有自殺炸彈客 傳出有數人遭到瑕疵 土耳其內政部長 此前證實恐攻後 一男一女被制服 但並未透露其他細節 當地媒體稱是自殺是攻擊 土耳其航太工業公司是國防和航空工業龍頭 也是主要的土耳其軍事工業承包商 之前最重要的業務是和美國技術合作 生產F-16戰機 該公司總部員工多達一萬五千多人 據稱已遷往安全處 目前尚未有組織出面認犯案 但土耳其先前曾遭ISIS和庫德工人黨攻擊 目前爆炸和槍聲還有帶釐清